說到晚婚的影響 臺灣生育率逐年下降 衛福部統計 利用人工生殖的夫妻數 從二十年前的七千多人 暴增到現在已經將近四萬人 臺灣生殖技術進步 成功率節節攀升 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患者前來就診 幫助世界三十六國五大洲的不孕夫婦 更累積突破了兩萬個家庭 上午臺中有一場試管嬰兒博覽會 邀請五千位試管嬰兒到場 排成了臺灣地圖 要破金氏世界紀錄 五千個試管嬰兒家庭 在主辦單位的引導下 排成臺灣地圖 彼此慶祝締造金氏世界紀錄 就是每天打針啊 然後吃藥啊 然後不成功的時候 是最痛苦的時候 很感謝我太太 為了生小孩 承受那麼多的痛苦 還有辛苦 真的也是很感謝她 試管家庭難得齊聚 大家聊起囚子的艱辛特別有感觸 為了要有小孩 媽媽必須每天打針吃藥 直到成功受孕的那一刻 讓他們開心地說一切都值得了 臺灣近年生育率下降 衛福部統計 利用人工生殖的夫妻數 從二十年前的七千多人 暴增到現在將近四萬人 但臺灣生殖技術的進步 成功率節節攀升 還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患者 前來就診 幫助世界三十六國五大洲的不孕夫婦 讓試管嬰兒的成功數 創下金氏世界紀錄 記者賴文良林佳穎 台中採訪報導